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种非洲紫楼兰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分盆 你看看这个非洲紫楼兰 开了很多的花很漂亮是不是 不过它已经长满了 所以呢 应该可以分盆 像这一棵也是 那我今天我就由这一棵来 因为里面你看看是不是 好像很杂的样子 所以我就今天 我就把这个先慢慢的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所以慢慢把它分开来 好 这样子就一棵 结果就一棵变成四棵 然后呢 母亲还在这边 一片叶子 现在就变成四棵 非洲紫楼了 挖一个洞 挖一个洞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把它种下去 好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将来浇水呢 然后将来浇水呢 就从旁边这边 这样子浇水下去 这样子就完成了 现在我就去种这个 把这些紫楼兰种起来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